在西方的中國海中的行動 尤其是在西方的地方 提到地區的緊急 美國防部長卡特說 美國對中國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的行動 表示嚴重關注 卡特星期五在紐約就亞洲安全 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 亞太地區國家都對中國的軍事行動 表示擔心 他說中國的行動超出規模和範圍 他說這些國家都在公開和私下場合 對美國表達了他們的擔憂 達到最高的層級 卡特說雖然美國和中國有分歧 華盛頓之力於以不破壞地區穩定的方式 解決這些分歧 卡特在外交關係委員會 這個位於紐約市的政策研究所的演講當中說 在南韓部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一個提案 將會成為現實 雖然中國反對